換了新手機之後,Nine一定會被更新成新的 新版的Nine跟舊版的Nine最大的差異就是它的廣告變多了 然後它會從你的手機裡面抓走更多的資訊 那如果你不希望說你的個資或者是你的一些購物習慣 都是外流的話,給一些廣告商的話,你可以跟著我這樣做 把這些東西把它關掉 怎麼關呢? 要做的東西蠻多的,那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第一個從這個設定裡面進去 我們看到一個叫隱私設定 隱私設定裡面這裡呢 會有一個叫做外部應用程式的存取 那通常的話,你可以選擇拒絕 這個可以讓你的網路的流量 變得比較少一點 不會說一直都有資料在傳來傳去的 那也會比較省電一點 好,那第二個就是 這個提供使用者資料這邊 它會把你的這些聊天資料 全部都傳到那個Nine裡面去做分析 然後提供給廣告商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不想要的話 你就可以跟我一樣 全部都把這些功能 全部都把它關掉 這都把它關掉 然後這一個 通知類型的話呢 也是把它關掉 這樣子 全部都把它從這邊關掉 好 然後再來呢 這廣告相關設定也是一樣 如果你不希望說 它把你的一些聊天紀錄 或是一些資料 全部都抓走的話 齁 你可以從這邊去把它關掉 好 這是在影子設定的部分 然後再來呢 還有些地方齁 還蠻多的齁 再來在這個 呃 提醒這邊 這邊 因為它有些提醒 所以它也會變得比較耗電一點 所以在提醒設定這裡 好 你可以設定你要 用哪一種方式來提醒你 好 再來的話呢 提醒的內 呃 提醒的東西齁 好 也會有一些 流量出來齁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跟我一樣 從這裡 把這個把它關掉 對 這個關掉 嗯 好 接著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呃 提醒的部分齁 提醒的部分齁 提醒的部分也是一樣 你可以把你不要提醒關掉 這樣也會比較省電一點齁 那這一個 LINE的這一個 這個齁 通常也是把它關掉 也會好一點齁 那也會讓你的 網路的流量變得更少齁 才不會 都一直 流量都蠻大的這樣 好 然後 那個再提醒之後 再來就是 呃 這個聊天齁 這個是很重要的齁 聊天這一個的話齁 它會 有時候會播一些影片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齁 如果你希望說它不要的話呢 齁 你就可以把那個 自動播放特效這個把它關掉 齁 這把它關掉 齁 這樣也會 讓它比較沈澱一點 齁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預覽網址這邊 這邊的話 如果有人貼網址給你的話 它會去把網頁的內容抓下來 然後 也會變得比較耗電齁 齁 然後也會增加網路流量 所以沒有必要的話 你可以把這邊把它關掉 好 接著的話在這個照片影片這裡也是一樣齁 這一個 你也可以把這個自動下來照片這個 把它關掉齁 這樣也可以讓你的 手機變得比較省電一點 然後也可以讓流量變得比較少一點 好 再來的話就是 呃 這個 這個 把你不要的 或者是 你覺得像這些內容 不要的全部都把它關掉這樣之類的 齁 這樣也可以讓它變得比較 省電一點 嗯 然後追蹤設定 一定要關 齁 就是裡面最重要的 齁 這關掉之後呢 它就不會 有事沒事 就幫你把 資料上傳上去 齁 這個省電可以省很多 齁 那如果你有还有其他觉得我刚刚没有讲到的部分或讲太快的部分 你有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留言来问我 那我也是尽可能的回答你 那其他关于一些在S22上面比较耗电的部分 我们会在其他的影片中再来讲解怎么让它变得更省电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谢谢